应该是我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了 其实在我是从英文这种叫 Open Source Deliver这样一个词翻译过来 这个是应该是61718那个时候用的 我记得最印象深刻的是应该是17年的一次演讲 就是开源线图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那个阶段我就是特别强调 或者是在强化自己对开源的给大家传递一个概念 我做开源是认真的 我是相信这件事情的 这个说来话长啊 我作为开源从业将近20个年头 一直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 开源占有了很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在五六年去做播导师 去宣扬开源那些文化和思想 由于我去年完成一本书嘛 其实我是在写述的过程中去不断思考 这个东西最后呈现出来的 开源的存在是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套体系 开源的存在它是切切实实的一种 我们人类的文化现象 而且它在数字化的这个时代 越来越重要 除了这个软件从业人员之外 的一些其他职业群体也在开始认识到这样 对于我来说回答这个存在的问题的话 开源是一个文化世界的形式存在的 我认为我这个角色是有意义的 所以说我这几年就是从18年开始 就是等于说独立出来了 做自由职业者 那自由职业者你在不卖技术的情况下去做 就是勉强生存 这几年的路就等于是一个开创了自己的一条 道路创业相对来说是难一点 但是局面越来越好 资本对这个开源的青睐 包括各大公司对开源的认可 即使你不做技术 你做开源做其他 其实如果你真正能为开源去做contributor 其实这些人的收入都不会很差 做开源的这些工程师还有一个特点 这些人的生命力就是竞争力 自身的素质是非常强的 在我们如此迅速发展快速的一个技术变化的时代 拥抱开源这些人 就是他能把这个自己的脑袋保持开放 因为他能接受新的技术的变动 基本上都是能够坚持一个项目做好几年 他的竞争力也在 其实从我个人身边上这些 包括我原来的同事 其实他们现在都一线城市买房 不用为生计所仇 我本身我做不到这件事情 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有这个劳力 就是说能够把自己养活去 我的自趣力是非常足的 总结一下就是 开源世界的小伙伴们活得非常好 我们不能这么一概笼统什么去说 开源虽然说是允许别人去修改 但是这个修改是需要确实是需要是有门槛的 需要你去往生具体来讲的技术实力或者是什么 开源的参与就是他没有门槛是因为他不不设置人为的门槛 任何一项技术都有门槛 不仅仅是我们软件行业 开源欢迎任何人的参与 但是你参与是有独特的一些技能是有些门槛的 这个我可能不见得能回答你的满意 其实就是这就跟我们人生的很多选择一样 我们不知道结果 我们只能去选择这个东西 然后你能不能去享受它 或者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快不快乐 有没有兴趣 我们作为人是有认知局限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 最终未来发展是怎样子的 每个人去选择自己职业的时候 这个考虑的因素就是 其实我给能给的建议就是说 能不能满足你当下求知的这种情境场景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你是不是enjoy这个 所谓的这个工程和开发这种所从事的事 第三个还有就是说 你能不能在这个community当中 如鱼得水的找到这种社会的归属感 或者是他人对你这个 你认不认同这种文化 对我觉得这几个要素是更重要的 我会接触很多开源项目 但我基本我也不知道谁会成功 那我只能知道谁更符合开源精神 更符合开源文化 我没有什么秘诀 告诉你哪个哪个项目有点钱 如果如果有人告诉你哪个项目有前途 那这个人肯定是在撒谎 正好最近有在看这些关于这个度量的 稍微从这个认知观或者是什么认知 这种角度来去看 我们现在所生存的世界是到处都是度量 衡量对于我们人来认识任何事物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回归到我们开源里面 chaos项目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你如何衡量一个软件项目 chaos会这些定性的问题 定性的问题呢就会说 参与这个项目的contributor 这个人的人气怎么样 他的关系网络就是在这个github也好 他因为是web2.0嘛 他能分析出一个人的社交关系 甚至是能从项目里边去分析出一些 还有就是一个人的社交资本 social capital或者是social reputation 这种定性的东西 就这些东西你怎么去衡量 是没法去量化的 它是一个定性的东西 所以说chaos项目有一些定量的 有一些定性的定量的 它有很多项来去衡量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 往开源项目里边扔 剩下的就是开源这个放到 互联网上这个一些 基于人的一些媒体的 属性的一些东西 我最后的观点就是说量化 对于我们人那个的物理世界 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社会世界也是很重要的 文化世界也很重要 但是它的难度很高 但是我是赞同把它量化的 就说我们尽量尽可能 因为只有把它扯 用数学的东西去统计 统计出来 或者是能把它表证出来 我们后来者 我们后来这些年轻人 才能去有方向有努力 去照着这个方向去做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负反快的 我们少走一些弯路 其实写书这个事情 花了我好好好长时间去去用量 就是好像15年16年转做 转行做步道师的这个 其实我当时几经 要写了那个时候差不多 也开始写就是王章也有了一两百片 或者是怎么反正是有这种 有出版社找到我 建议你要不要写本书啊 你这个怎么能写 整个那个阶段就是 我也是在这个一个二维的世界里边去探索三维这么一个过程 就黑暗中莫属嘛 大概三四年的时间 其实我一直想找一根线索 去把一根去把开源这个事情 去串起来讲起来 这个过程花了我好几年的时间 就是始终是 我就是想肯定是有那么根线索去做 其实这个是个误区嘛 当然现在看起来是个误区 19年 19年 就下半年 一个高博 就是他也是那个技术类出名的异者 他最近转行创业去做那个品牌突出开发 他就找我找我去聊你要不要尝试一下那个很多根线索 对其实是他这个抑郁点破这个把我点透了 哦我突然就想明白了 就是开源这个事情 他应该是个网 从法律的角度看 或者是从普通人的角度看 从软件工程的时候的看 或者是技术人员看 然后从这个商业的角度去看 从社会的角度去看 哎你会发现这个突然一下就突然一下就完整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文化世界来去形容 就是开源世界突然就面前就很清晰的呈现在我这个脑海当中 然后去年花了2020年就大概花了10个月的时间吧 就把这本书差不多去连修补什么东西 就很顺畅 去年的一年就是经常就是坐在那里 连着连着六七个七八个小时就坐在那 我曾经也尝试过拿这个时间这个线索来 去呈现这样一个开源世界 时间是线性的增长的嘛 是这样线性长起来 给人一个误区以为是开源也是啊 这么长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认知 我试图呈现的是一个静止的 就是我们现在讲说我们时间停留在这个时刻 你去观察开源是什么样的 这个创作方法是或者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点睛之笔吧 2021年很魔幻 2021年就是因为我整大部分在创作嘛 而且加上疫情我也很少 相当于说做活动也比较频率也比较低 就是整个全球的这种逆全球化的这种思潮 是很让人担忧的 关起门门来搞开源这种事情 其实是对开源的发展挑战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对我们这个国内的软件产业 不是很高的时候 其实很大的威胁 当你阻断了这个去交流和提交的各种的通道的时候 对开源其实是就说在在中国之外 会发展的很好 把我们中国给拉下来 这是很可怖的事情 这在开源的世界里边 我们如果要站起来 要影响别人做别人的领导者 你必须去付出 必须去做contributor 你像一个领导者一样担当起来 这个是我比较悲观或者是一个不好的一些事情 说好的事情呢 就是说开源 我这个国家力量就是国家力量 很多人知道开源这两个字了 知道原来是虽然开源在这个社会当中发生起的很大的作用 但是它是不被 即使是我们行内的人 也把它当贵胎或者是当亚文化去看 当我们去关注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 所有的企业 在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用的开源的开源项目去做的 我认为就是2021年可能是个转折点 大家对于开源的认知 从简简单单的技术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甚至是国家的力量去倡导 如果加上文化方法论 加上我们的技术的话 那这个事情是其实是指日可待的 就是我们超越欧美的开发者 去在开源的世界里边做Leader 做大国担当的这些 我是认为是有希望 在开源的世界上 MING PAO TORONU